当欧美主流媒体相继提出了警告 台湾僵尸地表最危险的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社长今天要来告诉我们 居然最冰皮马昆最危险的所在 可能也是逆转胜的一个地方 从秦朝的差点让他灭国的那一仗 居然盯下了一统天下的定海神 对 居然盯上我们说历史 从来就是这样的诡诈 我们为什么讲历史是很诡诈的 我们如果看现在的局势说 现在台湾是地表上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那这提出了一个我们省思的一个地方 台湾未来的命运怎么样 那如果中共对台湾发动武装攻击 那中国的未来命运会怎样 因为台湾我们讲说 后面还有美日印澳同盟在称 但是这种同盟他会真的介入这样的一个战争吗 中共真的会打这样的战争吗 如果他打了美国一旦介入 中国的命运会怎样 所以台湾的命运 中国的命运 跟现在很像的 就是当时秦朝秦惠文王的时代 秦惠文王是谁 我们看那个敏夜传 敏夜传 敏夜的老公就是秦惠文王 那秦惠文王时代 历史上我们读的时候会很惊讶 我们讲秦朝不是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吗 对 不 在秦惠文王的时代 秦国才一点被灭掉 差点被灭国 被灭国 对 我们看这张图大概就会知道 当时秦惠文王的时代 这张图是战国七雄 秦国在这边 秦国在这边 楚国在这边 楚国当时的实力 军事实力 凌驾于秦国 当时楚国的国土变迹 也比秦国大 人口也比秦国多 所以国土 人口 军事实力 都在秦国之上 所以楚国当时 如果说第一强前是楚国 何况楚国当时还有 像现在美日同盟一样 他跟齐国同盟 齐国在山东这一代 齐国是第二强前 第三才轮得到秦国 但是后来历史为什么这么演变 对 那因为当时讲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是一个有野望的国君 他是历经屠治的一个国君 但是楚国当时楚怀王 楚怀王是单以后宫玩乐 依乐的一个国王 没有什么野望 日子好过就好 OK 所以当时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说好 那这个秦势很明显 楚齐联军大于秦国跟魏韩联军 大于当大很多 所以在公元前313年 刚才说314年 联军联合成型以后 公元前313年 秦国发动了一场 我们讲说合纵联合 战国史上的第一次合纵联合 就是派出了这一位张仪 我们读书都有读到这提出所谓 所谓联合 要破六国的合纵 那这个当时张仪第一个目标 就是你秦国要生存下来 你必须打破这个楚旗联军 这个两个联合起来 秦国根本不是对手 没得打 所以一定要破他们的联军 联合的 和我们讲说联盟 把这个联盟打破掉 所以张仪当时去找到这个楚怀王 我们刚才讲说楚怀王 楚怀王是一个没有遗忘 他找到楚怀王 说这样子你不要跟齐国联盟 我们秦国把以前占领 楚国的土地 所谓六百里土地 还给你楚怀王 楚怀王一天 我不打仗 我以前我是一个 等于说我在国内的生亡会多高 六百里土地就回给我 以前什么国军打仗打了钥匙 失去的土地全部回来 楚怀王说OK张仪 那你有什么要求 张仪就说你跟齐国这个合谋 斩断掉 我们两边虽然没有同盟 同盟关系 但两边就很好 你看我这么诚意 六百里土地还给你 你跟齐国斩断这个合谋关系 我们准备对齐国下手 结果楚怀王既然相信了 相信就其实有很多大臣反对 但他相信六百里土地 倒定年龄就回来了 然后他就派一个大使去齐国找茬 跟齐先王在谈事情的时候 故意惹怒这个齐先王 然后这个大使就呛下 跟齐先王呛下 修辱了齐先王一番 所以除其合谋关系就整个结列 结列 OK好那这公元前三百一三年 一结列以后 好那楚国这个楚怀王就说来 秦国你答应我给我六百里土地 那我也结列了 来六百里土地拿过来 结果当时派大使跟张仪 在谈判说六百里土地的时候 张仪你看多诈 我说历史很多诡诈 他一个转折 那就整个局势就开始 张仪当时在乘马 骑马的时候 骑马的时候 从马上翻下来 说受伤了 楚国大使去见他 三个月见不到人 他在养病 他在冲了 他要给你投六百里土地 没这件事 做不够 到最后 到最后三个月以后 实在没办法了 派人跟楚国大使说 你们当时听的是听错了 我不是讲六百里土地给你 我是讲六里 赖皮 百分之一 少两个零 但是我跟齐国已经断了 对 所以楚国就很怒 楚海王一怒之下 我是当时第一强权 发动攻击 所以我们说秦国 那是差点灭亡 是发动攻击 第一战 在公元前三百一三两 叫丹阳之战 丹阳我们看这个图 在这个地方 他其实在楚国当时 当时被秦国占领了一个地方 在荷兰的地方 那发动丹阳之战 丹阳之战 当时楚国派出一个大将 叫屈盖 这个屈原的屈 屈盖 膝盖率领三十万大军 开始攻向丹阳这个地方 秦国当时有一个人 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都会知道 叫做苏里吉 是 秦国的大将苏里吉 还有一个卫章 还有一个甘茂 三个 兵分三路 一路攻向丹阳 一路攻向丹阳 另外一路 苏里吉这边 这个是 是卫章大将攻丹阳 苏里吉这边直接攻 所谓我们刚才讲 楚国的这个 这个鲁官这一代 这一代 楚国派出锦翠大将 去打 另外一路 直接攻打哪里 攻打 当时齐国去攻打魏国 我说历史也诡诈 大家都在计算 你那边打仗 齐国想 这个魏国就在我旁边 我一直想吞掉 魏国你跟秦国有和盟关系 但现在和盟 那个秦国已经自己在打仗 自顾不小 我兵攻打魏国 趁乱谋退了 所以韩国跟秦国这边 派出扫护文部队 去支援魏国 就变成整个 整个中国大地大混战 所以他一千一法动全身 OK 那主要是丹阳之战 丹阳之战 当时楚国的乞丐 带你三十万大军 本来想 我一定可以打败秦国 没有想到秦国 这个魏章跟苏里吉 他们合军以后 跟丹阳这边打了一仗 一打 斩首八万 楚军 楚国军都被斩首八万 而且他这个将军 乞丐这个将军 跟底下所有的副将 跟一些所谓的总兵 总共七十个人 被斩首 这才是最要命的 我管你三十万还是二十万 现在是群龙无首了 对 军心换散怎么办 对 那楚怀网当时讲 我第一强前 我一战输掉 我后面兵力还很充足 所以他又发动地标战 那当时有一个问题是秦国 打败这个七盖以后 秦国野心大了 就开始把占领的这个地区 改成秦国的汉中郡 本来这个丹阳是你的 现在变成我的 我还设一个郡 所以楚怀网我们面子挂不住 他反过来跟齐国讲 我们谈判嘛 谈和啦 我们两个都被他利用了 对 主要的目的 我承认我以前错了 我们主要目的还是对秦国 秦国一直在结起 大国结起 所以我们对秦国 所以后来在公元前 三百一十二年 也就是这个丹阳之战以后 开始又打了一次战 战争叫蓝田之战 这个蓝田之战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五十万大军 攻向这个 你看蓝田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咸阳 我看这边有一个咸阳 他已经是在咸阳的门路 所以今天上一次是三十万 被你斩首 这次我一次开拔 而且我跟齐国联手 一次攻到了 五十万 对 而且攻到了 对 这些对你秦朝的京城 这边过来 所以在蓝田 咸阳这边 当时苏里吉他们 就在蓝田这边 跟楚国又打了一仗 这一仗五十万对多少 秦军总共二十万 二十万还加上很多后备了 后备军很平常训练不够了 二十万去打蓝田这一战 那你准备举白旗了吧 对 本来我们讲说 秦国差点灭亡 就是在这个时候蓝田之战 但没想到秦国 当时苏里吉他们说 一带云将 一带云将 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就靠着蓝田的所谓备城 前面有河水 去以守为攻 攻到 苏里吉这个人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 他是像日本的德川家康 他可以等待 可以忍耐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他会致命的一几 要不他会忍 忍到你无法想象的人 那他就是这样一个 像德川家康型的一个 等到了天下 对 在蓝田 他是在蓝田城里面 守 守到到后来 这个楚军一直攻不进去 你眼来疲惫 你楚军要多少的 后勤之眼去弄这边 五十万 吞不下来 对 吞不下来 所以军心动摇的时候 他等到差不多时机到了 发动反攻 一起把楚军 五十万大军消灭 所以这一战蓝田之战 本来说秦朝要灭亡 反而从此以后 秦朝 秦国超越 超越了楚国 超越了楚国 而楚国当时打了这一战之后 齐国不是跟他合蒙吗 在旁边观战 当时为什么 包括他们合蒙的 齐国没有派多少 我意识意识 他合蒙关系 那我派个一万兵 意思搞好 我合蒙我也派兵 一万 那好秦国跟楚国打的时候 刚才不是讲 秦国跟韩国跟卫国也是联盟 韩国卫国 当时秦国在打 打这个蓝田之战 丹梁之战 他在干嘛 他也是一样 我经济支援 我派一些什么 后院粮食 我供应粮食 各怀鬼他 对 韩国跟卫国 其实当时想说 你秦国跟楚国最好打 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 我韩卫 至少也是战国七雄之一 我也许可以趁势结起 打仗战争通常 大国打乡争 到后来另外的国家结起 他们当时想法 韩卫想法还是这样 今天社长还来告诉我们 在中国的历史上 这个引蛇出洞 四个字写得简单 他如何在战场扭转结局 对 我们在知道 在兵法上 引蛇出洞 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一种用法 但它成效 其实会比正规的那种 两军对阵 还会有成效 是 我们知道楚汉相争 楚汉相宇跟刘邦 一路打 打到公元前205年的时候 发生一次战役 叫陈高之战 就是陈高 这个陈高之战 陈高之战相宇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打了多久 两年四个月 拿下陈高这个地方 OK 陈高我们必须知道 陈高多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 陈高在历史上 从来有一句话去形容 叫玉登天子位 先出虎劳关 虎劳关是什么 虎劳关就是陈高 陈高古城以前叫做虎劳关 所以玉登天子位先出虎劳关 所以你一定要拿下陈高 那陈高你可以看 陈高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荷兰 荷兰 从陈高往西一路走 大概二十几公里 这边就是洛阳 多箭啊 打洛阳 洛阳再往西走 长安 所以你沿着黄河 你要到陈高 你要洛阳长安打下来 你就滔滔江水出前村啦 对 所以你一定要拿下陈高 要拿下这个虎劳关 对 要拿下 而且陈高 隔着这个 它这边有一条水叫四水 四水 这个四 三点水在一个 好像乙这样 是 四水 四水 它陈高跟四水 遥遥相望的一个地方 叫敖昌 敖昌是从楚汉乡镇以来 政府指定的一个粮仓 所以它战略位置相当的重要 右边有的是营阳 我们讲的江南粮仓 所以陈高 它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战略位置 可是它除了是 玉登天子位先出苦劳关以外 它也是英雄断混之处 断混之处 用这两个形容词 我觉得用得相当好 OK 那我们看楚汉乡镇 当时向宇花了两年四个月 打下陈高这个地方 当时韩信什么刘邦的底下的部将 没有办法挡 挡得住向宇 结果刘邦就撤退 但为三九论功亏一溃 刘邦后来等到一个机会 就是向宇 向宇他的部队 从陈高这边 他必须往东去打一个地方山东 因为山东这边刘邦派出一个大将 叫彭越 彭越是楚汉乡镇三大名将 包括韩信包括英部 三个人 三大名将 刘邦派彭越去骚扰山东 连下十七个城池 向宇挤啦 山东是我大后方 后方不一定 我前方就吃紧 向宇做了一个决定 我派兵器去救 自己亲自带兵器救山东这个地方 结果的时候他交代了一个人 就是这一位叫曹丘 这个曹丘 曹丘是谁 曹丘是向宇手下的一个大司马 大司马就等于我们现在的参谋总长 山军总长 我留下这么重要一个位置的人 已经是全国最厉害 仅次于他本人了 对 所陈高 还有派另外一个大将 叫司马兴 你们两个 司马兴是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留下 参谋总长留下 没有问题了吧 而且陈高这个城池这么坚固 刘邦又是败金之将才刚逃跑不久而已 你给我守城高 而且向宇要出征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吩咐两个人说曹丘跟司马兴 无论如何 刘邦如果来叫战的时候 坚守城池 城池不出 你们就给我守住就好 那我去山东 我预计15天我可以荡平山东这边 往回15天我就回来 所以你守这个城 15天就够了 听起来不难啊 很简单吗 应该很简单 结果好 向宇就安心走了 那问题出来 刚才讲这个曹丘 曹丘是一个 他不是一个军事战略家 他在历史上的评价很糟糕 为什么他可以当到参谋总长 因为他曾经救了向宇的叔父 向娘 他以前这个曹丘是管狱 像我们现在典狱长 那向娘当时犯罪的时候 关到牢狱里面 要照顾他 对 他照顾他 放胎嘛 对 所以后来 后来向宇为报这个恩 就让他到他军中来做事 做事曹丘这个人又很会看颜色 没有军事差人 但很会看颜色 向宇怎么样 他就在旁边拔着 拔着向宇不放 所以他就一路升到这样的一个参谋总长 那也看到了参谋总长 对 所以他问题是他没有什么军事差人 所以后来有司马卿在旁边协助他 OK 那就所这个陈高 我们讲的虎牢官 刘邦真的来了 刘邦一听向宇 远征这个山东 家里没大人 对 数五天以内一定要攻下这个城市 所以他当时带了谁 刚才讲三大名将 除了彭业 所以韩信以外还有一个叫殷部 殷部当时刚好判那个向宇 投降刘邦这边 他觉得向宇不是可以跟的人 所以殷部就跟刘邦他们 开始举兵攻打成高虎牢官 这一打 你一定要在15天打下来 对不对 要不向宇回师你就没戏场 OK 第一天叫战 曹九祥 向宇有交代 不出 死守 守15天就好 那刘邦用一招什么 派他一个副将 一个小不垃圾的一个副将 没事就跑到这个城墙底下 开始叫战 曹九根本是无人之辩 你就是靠向宇 他赎父向娘 你救了他 心战喊话 对 才升上来了 你看我这个一个偏将来 你敢出战吗 你不敢 联系喊了六天 不理你 一直羞辱他 不理你 曹九受不了了 他受不了了 我参谋总长 是 你派一个营长在我身边给我叫战 我不敢出门 我以后怎么做人 曹九受不了了 第六天 开城出战 你忘了向宇怎么交代你的吗 死守就好 对 刚才讲他旁边还有司马兴 司马兴去国防部长 司马兴当时一直跟他讲 不能战 这是刘邦可能的一种计谋 向宇也一直这样交代 结果呢 他不听伤 拦不住 对 拦不住 出城 引蛇出洞了 对 这一招就真的是引蛇出洞 出来了 刘邦大喜国王 刘邦当时 不是我们刚才讲说 城高旁边有一条四水 对 四水河 他还故意叫偏这样 看到那个曹九过来 吓得屁股 尿尿就往四水跑 渡河逃跑 这个曹九心里跟喜 果然你看 就是根本就在边小丑跳两 跳两小丑一样 我一出来你们就逃了吧 渡河攻击 渡四水攻击 结果一渡四水的时候 渡到半中央那个水中央的时候 游邦他们大军出现 原来开始那个飞箭如雨 就趴趴往河中间射 你浸没保抵没路 你要葬身在这个水里面了吗 对 那曹九就真的是大军一路被窄 后来司马兴 司马兴在城墙上 看到这样一幕场景 不行啦 又带兵之眼 两个都引蛇 两条蛇都出来了 曹九前面 那司马兴也出来 司马兴带大军出来的时候一样 他渡到河中央 发掘河中央 他两边 有那个战舰就往河中过来 刘邦早就不知道 知道你也一定会出来 你不可能看曹九在那边 全部大军被殲灭 所以这真的是 就是不只是引蛇出洞 还请蛇入翁 对 所以司马兴过来的时候 他吓一跳 本来在两岸有那个比较高的 那个卢威朝 对 里面其实都埋伏了汉军 都是汉军 对 等你渡到河中央 进退不得的时候 他两边 大家按那个 金箭就全部冲出来 对 所以当时这一战 曹九跟那个司马兴 双双在这个赤水之上 被战败 战败 战败 两个人在赤水上 己见自闻 还没有办法对项羽交代 项羽从山东还没赶回来 还没赶回来 所以等于第六天 对 项羽叫你称十五天 你第六天就给我出战 一两天两边都拜王 对 所以陈高就后来落在这个 刘邦之手 刘邦之手 其实另外还有个历史 也非常经典有名 是张飞 张飞我们知道历史上说 他是莽张飞 他不是就是很暴怒 很暴气 不够细致的一个人 其实没有 张飞其实还有他细腻的一遍 当时跟曹操在打的时候 在习州这个地方 曹操 远真 远真的时候也是留下那个刘黛 用刘黛跟一个王忠 说你们在习州这边 你去给我打 直接打谁 打那个刘备 打刘备 那刘备很紧张 就跟袁绍求援 那袁绍这边也派军 但问题袁绍军还没到的时候 当时那个曹操派的一眼大将 叫刘黛 还有一个叫王忠 已经到达习州这边了 所以习州这边的守将张飞 就想刘备交代我这个习州 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下 所以当时有两兵分两路 官营长去打王忠 把王忠申请活桌了 这个没问题 官营长能打 没有悬念 张飞这边跟刘黛两边对上 对上因为刘黛就死守城池 不出张飞也是一样 张飞当时用了一招引蛇出动 是他故意喝醉 大家都说我忙张飞爱喝酒 我就喝给你看大醉 喝酒你就没办法打仗 大醉对 然后大醉以后还故意打底下的士兵 张飞以前打士兵其实也很有盈 军技百坏 对他其实就利用我这个形象 不好的形象我把他互互得正 我就打士兵 打了士兵又来这边碎碎店 说晚上二根要去结 这个刘黛的这个营帐 要结引 你们都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弄好 所以痛打一顿 踢举笑 对踢举笑 结果这次士兵不符 跑掉了 跑掉 那个士兵还不知道这是计中计 士兵是真的跑掉投降了 去投降刘黛 对 然后把这件事都跟刘黛说 刘黛讲 跟刘黛讲说 这个是准备几根二根要来接引 刘黛一听 好啊 要来接引 我就把大军布置在营帐之外 大营之外 蛇出洞了 对蛇出洞了 结果张飞当天晚上派了三十个人 派了三十个 潜进这个留在那个大营城中 一看果然是空城了 所有主力部队全部往外掉了 所以在城中就挤起那个火把 就放火为号 开始点燃开始烧 朝外面张飞布置的这个扶冰 再往里面冲 往里面 里面是空城 对 里面是空城 空城 所以刘黛要回航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 如果张飞再从城内跟城外中间 中间难断 让你回不了城 所以刘黛当时也是这样 曹操一直跟他讲 你这个协州一定要守好 如果没守好 因为张飞把刘黛打败 张飞当时防张飞 在历史上 既然你又会是我们原厂吃到的 饮食出洞 喝饮食出洞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 真 像